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近年来世界各地很多大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都开始建设屋顶农场 这些都市农场不但主张利用环保的农工方式 也为高楼耸立的水泥丛林带来一丝利益 而且还扮演着凝聚社群的角色 今天的晨光聚焦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下新加坡的屋顶农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地的第一个屋顶农场 您知道它是建在哪里吗 当初要在屋顶设立农场时又面对了哪些挑战呢 林怡迁早在2012年就起了在新加坡开创屋顶农场的念头 2014年终于在位于乌节路的Skip大厦 开办了本地第一家都市屋顶农场 我们在利用屋顶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多考量 第一个考量就是怎么让这里的年轻人都可以上来这里 体验一下农场的生活 第二就是安全 那我们设计这个农场的时候 我们要考量到屋顶可以承受的重量 第三我们也要考虑到说 如果我们要用一些喷虫的药 我们也不可以伤害到这里的人 所以我们所采用的就是一个不用杀虫剂的方法 这个屋顶农场使用的是一种叫做鱼耕法的运作方式 屋顶上养了一缸一缸的鱼 把鱼的排放物化解成水中的肥料 被菜吸收之后再把干净的水还给鱼 这种耕种方式比较环保 也利用了一千设计的栽种系统 我自己是一个工程师 土木工程师 所以我们看来刚上来的时候 就会考量到这个地板的重量 然后我们也要在用最小的空间里面 产出最多的食物 所以你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个重叠式的管子 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这个系统可以减少土地用量三分之一 这个屋顶农场吸引了不少对都市农业有兴趣的志工 农场也成为了他们发挥创意的空间 这些志工都是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 都有architects 有engineers 有biologists 也有巴萨卖菜的阿姨迪 那他们都坐在一起说我们怎样的去设计 都是由这些人一步一步地设计起来的 这家农场所种植的蔬菜和香草 供应给本地餐馆 周末也吸引不少来参观的人 宜泉说希望接下来能开多几家屋顶农场 在城市里面有很多屋顶都已经变成了花园 不过这些花园不能够凝聚那个社群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花园 当那个花园变成一个农场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些人会进来 很多人会来工作 很多人会来享受这个农场 所以我觉得发展商慢慢地也会觉得 倒不如我们把我们现在的公园 变成花园 变成一个农场 屋顶的花园可以绿化环境 但是屋顶菜园还能够种植出丰硕的果实 让都市人亲自种植出有机蔬菜 真的是很不错 不过发展商要把一些比较老旧的屋顶 改装成一个菜园 必须要注意到屋顶能够承受多少重量 改建前也必须向建设局提出申请 要在屋顶上当农夫 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新加坡屋顶来讲 其实它的种植环境是比较苛刻的 因为有很多的太阳 然后很大的风 它本身会形成自己的微气候 如果说你可以看到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放置一些遮阳网 然后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 屋顶本身的微气候 那可以种植一些像是比较柔弱的植物 像是香蜂叶或者是芦荟之类的 因为像是芦荟之类的植物 如果说没有遮阳的话 那它本身就会变得比较黄色 都市农业组织Edible Gardens 和本地企业Spa Esprit合作 在来福市城和韦乐坊 两个购物商场的屋顶 开办了屋顶农场 来福市城的这个屋顶 之前是观赏新花园 改换成农场之后 发展商为了方便农夫们的工作 安装了围栏和梯极 我们会尽量倾向于使用 屋顶农场本身所拥有的泥土 大多数新加坡观赏性花园 通常使用的都是一些粘土的土质 那类似的土质呢 我们就会选择覆盖一些 好像椰子纤维的物质 然后去保护它的土地本身 所以它的表面不会太硬 但也有一些好像新加坡的农场 像是我们在Vlog的屋顶农场 那它的土质本身就会比较杀质 类似杀质的一个土壤的环境 它的水分就会比较不太够 然后它的土地就没有这样肥沃 这样的农场我们就会选择 种植一些像是迷迭香或摄香草的植物 因为这些植物本身 它们会比较喜欢类似的这个土壤结构 它们对都市农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深信这个花园城市绝对可以成为更加绿意盎然的城市农村 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路途 要做一个计划通常都要很多方面的去合作 如果我可以看到新加坡人小孩子 对农业都很习惯看得到蔬菜是怎么样的种的 如果你问他们茄子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他们都知道是从土地里面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愿望 好了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题材要提供给我们 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可以电邮让我们知道 也欢迎您浏览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杨振华 明天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